好第二个呢就是账账核对 那具体内容我们来看 其实账账核对就是会计账簿内部要核对 也就是绿颜色的这个 那么会计账簿有什么 有日记账有总账有明细账对吗 那么他们之间如何核对呢 哎我把这一步单独拎出来 给你拓展了一个蓝框框 你看日记账总账明细账 他们如何进行核对呢 我们先以总账为标杆 总账内部要进行核对 那么总账要和日记账核对 总账要和明细账核对 明细账内部也要核对 所以你看账账核对 它就又拓展了四种情况 对吧那四种情况我分别来说 先说第一种 它说总分类账簿之间要进行核对 那么总分类账簿之间核对 其实它在做一个什么事 它就是在做试算平衡 这个我们是之前讲过的 我说试算平衡是有两个的 一个是余额平衡法 那么余额平衡法 有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 不管是期出还是期末 这是一个静止的试点 在这个试点上 我说全部账户的借房余额 等于全部账户的贷房余额 对吧 那么全部账户借房余额是谁呀 那不就是资产吗 全部账户的贷方余额是谁 不就是负债和索尔权益吗 它俩要相等的话 那就是因为资产等于负债加索尔权益 对不对 好 所以它是根据这一会计等式进行的试算平衡 那当然总分类账之间要核对的话 是不是我们也要核对一下全部账户的借房余额 是不是等于全部账户的贷房余额 这是核对的第一步 好 那么核对的第二步 我们还要看看发生额啊 发生额是什么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发生在于本质是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就是发生了什么 我们是发生了业务编了分路 每一个分路都是一借一贷 而且借贷相等 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这其实在进行发生额试算平衡 当然我们总分类账里边也要看一看 每一笔业务它的借方是不是有贷方 它的借贷方是不是相等的 我这么讲能不能理解 这就是总分类账之间要进行核算 其实就在进行试算平衡 试算平衡其实两个 一个是余额 它是根据会计横等式来的 一个是发生额 它是根据记账规则 叫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这是第一个 我说清楚了吧 总分类账之间要好对 好那么第二个 总分类账要和所属的明细账核对 这个就好说了 总账和明细账核对 那你想我说的应收账款 它的余额100万 你要和应收账款 加起来也得是100万 对不对 所以说总分类账户 它的期末余额要与各明细账户 期末余额之和要相等 这个就好理解 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 总分类账要和叙事账核对 哦就是这儿啊 总账要和日记账核对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日记账不是现金和银行存款吗 我们就看看 库存现金的总账余额是多少 那库存现金的日记账余额是多少 它俩当然要相等 那以此类推 银行存款也是 银行存款总账当中的余额 银行存款 日记账当中的余额 它们两个也要相等 哎 这就是总账和日记账核对 能理解 好 第四种情况是明细账之间核对 哎 明细账之间怎么核对呢 其实这个的本质是什么 是咱们会计部门是不是有一本账叫明细账 而在物资的保管部门 比如说仓库 那么仓库它发货呀 或等等 它也有一本台账 所以说我们会计部门的明细账 要和物资的保管部门 它的台账也要进行核对 这叫做明细账之间进行核对 能理解 是会计部门咱们的账 和仓库也好 物资保管部门也好 它们的台账对一对 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明细账和明细账之间要核对 那么它说一般有财产物资的保管部门 那就是物资管理部门 对不对 它们的那个账 和我们会计机构的账 要合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这就是账账核对 它内部有四个 我再捋一遍 账账核对 首先总账内部要进行核对 其实是在进行试算平衡 总账要和日记账核对 总账要和明细账核对 明细账内部也要核对 其实是我们的账 和物资保管部门的台账 合一下 好 这是账账核对 就完了 那么接下来 该干嘛了 账时核对 账时核对就是 我们账部上记的数是有 可是仓库当中 或者石油数有没有这些呢 我们就要看账时核对 账时核对呢 其实它不仅仅限于仓库了 我是举了个例子 我就是账部上的数和石油数 是不是相一致 那么账时核对有这么几种情况 分别来看 第一种情况呢 它说库存现金 我们当然要看一下 我们库存现金日记账 它账面有一个余额 那么同时我们要打开保险箱 看看我们的保险箱 是不是这么多钱 这就是库存现金 日记账的账面余额 要和保险柜里的库存数 逐日去核对 每天都要核一下 好 第二个银行存款 那么银行存款呢 日记账的账面余额 要和什么呢 要和银行对账单余额 进行定期核对 它是在说什么呢 你看我们银行存款 当然有一个日记账的账本 上面有一个余额 你不能去银行说 把银行你的保险柜打开 看看有没有那五百万 不可以的 我们要核对的是 我们自己的日记账 与银行会给我们一个对账单 银行给我们的对账单 就是这个模样的 这就是我在银行存着的那张钱 那就是我自己的账面数 和银行给我转过来的这个对账单 它们两个合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就叫做账时核对 你不是说跑去银行 打开一下保险柜去看的 不可以 那么这个的频率是定期核对 就可以了 这是银行存款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 如果是财产物资呢 财产物资 我们账面上是有余额的 是有数的 那么我们要和什么 真的是仓库当中 到底有多少 去核一下 对不对 就是时有数 而且频率是定期核对就行了 那么再次债权债务 债权债务我们自己账面上 当然有余额 那么同时我要发个电报 或是发个喊信给对方单位 说你看你是不是欠我这么多钱 对方单位说是 哎这就是实际了 那么我们就核对一下 是不是相付 能理解 所以说这叫做账时相付 那就是我们账 自己的账要和时有数 时有数呢 咱们说了四个对吧 现金哪个算时有数 保险柜里有多少钱 银行存款 哪个算时有数 就是银行给我们的对账单 另外财产物资呢 就真的是仓库当中有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债权债务呢 我要问一问对方单位 说你是不是还欠我这么多钱 那么我们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这就是时了 能理解 好 这叫做账时核对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对账就说完了 在对账账他怎么考呢 经常会考我们应用问题 来看一个题吧 他说下列各项当中属于账账核对内容的有 那么首先明确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他考的是账账核对 也就是会计账簿要核对 而会计账簿呢 又有三类 分别是日记账 宿账和明记账 那么他们之间如何核对呢 我们又分了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总账之间要核对 第二个呢 总账日记账核对 第三个 总账明细账核对 第四个 明细账之间核对 是不是 好 来看A选项 他说总账期末余额 与所属明细账期末余额之和 要核对 那么这句话是在说 总账的期末余额 与明细账期末余额之和 这两个要核对 这是典型的账和账核对呀 是不是 所以它是我们要找的 账账核对 B 债权债务明细账 账面余额 与对方单位 债权债务账面记录的核对 我就问你 债权债务明细账 账面余额 我们是有一本账 是明细账 上面记得债权债务 对吧 而对方单位 债权债务账面记录 那是什么 那是我发一封罕见 过去得到对方肯定的回复 这是实际情况呀 对吧 所以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这叫做账和实 相核对 那么它是账人核对吗 当然不是 不是我们要找的错误 C 资产 负债 所有权益 各账户 总账余额之间的 平衡关系核对 那么它在说什么 它是在说呀 不管七初还是七末 在这个时点上 全部账户的借方余额 与全部账户的贷方余额 它们是相等的 那么你想 全部账户的借方余额是什么 那是资产的余额啊 全部账户的贷方余额是什么 那是负债和所有权益的余额啊 它们两个是相等的 那么这是干嘛呢 这是在进行总账之间的核对 是不是啊 是资产等于负债加速而权益的 总账之间的核对 当然属于账户核对了 正确啊 定选项 总账和叙事账 期末余额的核对 对吗 也是啊 总账与叙事账 其实就是日记账了 总账和日记账核对 这是典型的账户核对 是不是啊 也正确 所以综上所述找对的 A C D 这三个 只有B不是啊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结账 那么结账呢 就是将账户记录定期 结算清楚的会计工作 那结账的工作呢 主要有两项 第一个工作就是 要结清各种损业类账户 居以计算确定本期利润 第二个工作呢 就是要结出各资产 负债所有的权益账户的 本期发生额合计和期末余额 这两个工作我们怎么理解 我给你一个思路 那么你看 这个公式你应该还记得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 会计第一等式 会计第二等式 相结合之后 就是我现在给你展示的 这个公式 对吧 那么这个等式 你看一下 像收入 像费用 是不是损益力的账户 那么损益力的账户 在期末的时候 是不可以有余额的 我们要让他截转 让他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搬到本年利润里面去 是不是 所以比如说 你像收入力的数 如果发生了 我们是不是放在贷房 现在你不可以在这待了 那么你给我搬走 搬到哪去 搬到本年利润的贷房 是不是 哎 他就搬过来了 这就没有了 那么如果说 费用类的账户 如果发生了 咱们是不是放在借房呀 是不是在这 现在到了期末 你不可以在这待了 那么好 你给我截转 就是给我搬家搬走 不能在这了 好 你给我搬到本年利润来 那么当然也得搬到本年利润的贷房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收入费用 他们都截转走了 都搬家搬走了 那么他就没有了 都清零了 都来到了本年利润 那么来到了本年利润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本年利润现在是多少 也叫做本期利润 是这道理吧 好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第一个工作 截轻各种损益类的账户 居已计算出本期利润是多少 没问题吧 那么我再问你 收入类 费用类 你都截轻了 都截走了 没有余额了 那剩下的是谁呀 剩下的是资产负债所有权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工作 他说要截出各资产负债所有权益账户的 本期发生额合计和期末余额 我就先拎出资产来来说 那资产类的 那么你想 如果期出有余额的话 是在戒方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本期发生额 那么如果说本期增加了 是戒方 本期减少了 是在戴方 那期末余额一般是在戒方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截出 或者计算出资产这一类 它的本期发生额是多少 期末余额是多少 那以此类推负债所有权益类 我们都可以计算出 它本期发生额要么增加要么减少 最后的余额是多少 就可以了吧 这就是第二个工作 对不对 但是在这我还需要想引申一下 这两个工作 其中有些是需要编分路的 有些是不需要编分路的 怎么讲 你就比如说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我们是要截转损一类账户 是不是收入类费用类 你统一给我搬家搬到本年利润当中来呀 对不对 那么这个工作 它是需要编写分路的 需要编写分路 那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说到的截转分路 但是这个分路我是写在哪啊 是不是写在一张纸上 那比如说就写在这张纸上 这张纸叫做什么 叫做记账凭证 对吧 他们是需要编写分路 是需要写记账凭证的 但是这个记账凭证的背后 是不需要付原始凭证的 你还记得吧 是不是我说 结账 更正错账 是不需要付原始凭证的 哎 那么你想想 这个知识点 是不是咱们又于前面给观来了一下 好 但是第二个工作 同学们想 那么第二个工作 我们是在什么 计算资产 负债所有权益 他们账户的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的 那么这个工作 它是不需要写分路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在你的账户内部进行计算的 你并不涉及到这个账户 转到另外的账户里面去 是不是 所以它就不需要写分路 它是直接计算出数来的 我说清楚了吧 好 这是结账的两个工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下 结账的主要要点 那么在结账的要点当中呢 我先强调几个词 那么这个一个叫本月合计 一个叫本年累计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时间轴啊 那这个时间轴呢 这就代表一年吧 这是零 一 二 三 四 一直到最后就是十二月了 是不是 如果说我单纯的看这一个月发生了多少 比如说就这一个月发生了多少 这就叫做本月合计 能理解啊 就单纯的看这一个月或者单纯的看这一个月 这都叫本月合计 能理解 那如果说我现在过到了四月份了 到了四月三十日了 我如果想合计哪呢 我想把一到四月份这四个月挪起来在一起 这就叫做截止在四月三十日 这就叫做本年累计 我这么说能理解吧 也就是说在今年累计了几个月 累计了四个月 没问题吧 那以此类推如果我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呢 哎 我们把这十二个月的我都挪起来都算一下 这也叫做本年累计 是不是啊 其实本年累计此时所说到的 那就全年了呗 也叫做全年累计 我这么说能理解吧 啊 所以这两个词呢 先把它理解到位了 后面会用到 好 来看 他说结账的要点 第一个 如果说不需要按月结计本期发生额的账户 那么月末结账时 只需要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记录下 画通篮单红线 不需要再次结计余额 这是指什么意思啊 我是随便找了一个这个账页啊 我就给你比划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啊 我们比如说这一类账户 不需要按月结计本期发生额 那么你看 这是四月份 四月一号二号三号 假如后面都没有发生业务 到了四月三十号 四月底了 不再有业务发生了 我咔就来一道单红线 说明这个月截止了啊 不允许再往上面写了 就这意思 明白了吧 所以单这个通篮的单红线 就是我们直接放在这 不允许再写了 这个月结束了 好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说碰到需要按月结计发生额的呢 谁需要按月结计发生额呢 比如说库存现金 比如说银行存款 比如说收入费用类的 他们的这些明信账 那么他们需要按月结计什么呢 结计这个发生额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这些文字我先不读呢 我先告诉你怎么做 我还是随便找了一个账页啊 就是我也是拿的四月份的 当然四月一二三四啊 比如过了几天了 一直过到了四月三十日了 那过到四月三十日了 正好 这个月不再发生业务了 那么我直接先来一道单红线 说明这个月咔接止了 没有业务再发生了 那么接下来在这条单红线下面 我就要合计一下本月是多少呀 是不是咱们只算四月份的 本月是多少 那本月的借方是多少呀 本月的贷方是多少呀 那本月的余额是多少 是不是都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之后 我咔再来一条单红线 说明这个工作结束了 能理解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上面再看一些文字就好说了 他说每月结账时 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记录下 画通篮单红线 这是第一条单红线吧 然后结出本月发生额和余额 在摘要栏当中写明本月合计 是不是 好 接下来第二条红线 在下面再通篮画一个单红线 是不是两条 是不是 第一条说明这个月 没业务了啊 先来一刀 接下来我就开始进行本月合计了 本月合计完之后再来一刀 那就说明这个月截止了啊 风涨了 这是第二个啊 好 接下来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对于需要节纪 本年累计发生额的明细账户 12月末的本年累计 就是全年累计发生额 全年累计发生额下面 要画通篮的双红线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图更直观 比如我们还是随意拿了一个明细账户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我现在就是12月份 我站在12月31号这一天 我要做的工作是 第一个 所有的业务我都写完了啊 先来第一条单红线 说明什么意思 我们截止了 不允许在网上写新的业务了 这是咔 第一刀就是单红线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 我合计一下12月 这一个月 它总共的借方有多少 带方有多少 余额是多少 所以这叫做本月合计 对吧 本月合计一下 借方是多少 带方是多少 余额是多少 没问题吧 好 本月合计这个工作完了之后 咔 再来一刀 那么这是第二条单红线 但是12月31号 这是一个特殊的节点 也是年底了 对不对 如果我想把前面 如果我想把前面12个月 我把它挪起来一块算个总数 这就叫本年累计 这就叫本年累计 对吧 其实此时的本年累计 也是全年累计 是不是 因为是总共12个月呀 我加起来 那么借方是多少 带方是多少 余额是多少 好 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 那么下面紧接着 啪 要来什么 双红线 要来什么 通栏的双红线 那么这是第三道 那么第三道呢 一定是双红线 你注意 是不是在年底的时候 其实 就是全年累计 全年累计 此时就是12个月 我们挪在一起 一块算 所以就是全年累计下面 是通栏的双红线 所以你看 在这个节点当中 我给你画的圈一 圈二 圈三 是什么意思 你明白了吧 这是第三个要点 那么接下来 第四个要点 就是在年度中两的时候 我们结账 有余额的账户 要在摘要红当中注明 结转夏年 那么在下一年度 新建的账本当中 第一行 要写上年结转 就是有头有尾 我们做个衔接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结账的时候 需要关注的四个要点 接下来 第三个问题 错账的更正 这是一个历年来 经常会出现的考点 所以需要同学们 极其的关注 错账更正 有三个方法 一个叫滑线更正 一个叫红字更正 还有一个就是 补充登记法 好 我们分别来看 首先我先说 滑线更正法 滑线更正是什么 他说 结账前 发现账簿记录 有文字或数字的错误 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 应该采取 滑线更正这种方法 这是在说什么呢 是这意思 同学们来看一下 比如 这是我们记的那个 记账凭证 这上面内容是什么 你先不用管 这个记账凭证没问题 那么由记账凭证 我要抄 抄到这个账本的时候 我一不小心 把这个账本给抄错了 此时怎么办 此时我们就在这账本上 用滑线更正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 比如说啊 比如说 我给了你这个图 这在轻衣当中的 说我们这张记账凭证上面 应该是借固定资产 多少钱呀 三千 带银行存款减少三千 应该是这样的 好 我这张记账凭证没问题呀 是正确的 我这张纸写的是正确的 我把它抄到账本的时候呢 结果抄成两千了 那肯定不对 那怎么办呀 好 我就在上面 咔 划一道 那么写上三千正确的 就行了 这叫滑线更正 所以滑线更正法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 我这张纸是正确的 我根上是正确的 只是抄到账本的时候 抄错了 根源是正确的 对吧 所以根是没问题的 是正确的 那么账本是错了 是这种情况 好 那么还有一个提示 我跟你讲 如果说 记账凭证当中的文字 或数字发生错误 在尚未过账前 也可以用滑线更正 他在说什么 就是记账凭证 是不是咱们在写 这张纸的时候 在写这记账凭证的时候 他这里边的文字 或数字发生错误了 还没有抄到账本的时候 他说 也可以在上面 在记账凭证上面 画 画线更正 其实我们最好的方法 是把它撕掉 重写 你还记得前面 那个知识点吧 当然你也可以用 滑线更正 所以他说 也可以 我说最好 是把它撕掉 重写 当然了 也可以用滑线更正 来更正一下 但是这个前提是 没有过账呢 还没有往账本上抄呢 明白这个点了吧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方法呢 红字更正 红字更正呢 适用于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呢 是这样的 文字 我先不一读呢 我就说 红字更正适用于 你看这是那张纸 记账凭证 这个记账凭证错了 根上都错了 你再往账本上抄 那当然也会导致账本 也是错误的 对不对 好 那么适用于这种情况 那么记账凭证 这个根源 错成什么样了呢 有两种错误 那么你想想 在这件记账凭证身上 我说最重要的什么 他记得一个分路啊 是不是 借什么金额 贷什么金额 如果说他记得这个分路 那么这个分路的科目 你都给我用错了 那就说明你这个记账凭证 错的太离谱了 是吧 那怎么办 我们一会儿要讲 他的错证更正方法 还有一种是说科目没错 科目对了 但是他后面的金额 记得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金额记多了 记大了 那就是科目没问题 金额记大了 那么好 我们也适用于红字更正 总归我再梳理一下 它的本质 就是这个根上就错了 这张纸就记错了 记错了 错成什么情况呢 两种 一种呢 是科目 就是应借应代的科目有问题 科目都记错了 那错的太离谱了 大错误 对吧 或者是说 科目没有错误 但是金额错了 金额写多了 写大了 那么不管哪种情况吧 你再往账上抄 肯定也导致账簿也错了 是不是 那么此时 我们就要用红字更正法 能理解 好 那么针对这两种情况 咱们怎么更正呢 我来说第一个 如果是说 你看啊 这张凭证上错了吧 他错了 那么他错是错成什么了呢 是第一种情况 把科目都写错了 你要把科目都写错了 说明你这张凭证 错的透透的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你看 我在轻衣当中列了 首先咱们这个凭证 应该写成借什么 固定资产三千 贷银行存款三千 结果写成了贷库存现金 那当然科目都错了 也就说明 这张凭证就错了 错了我们就改嘛 怎么改 好 我先写一张红色的 和原来这个错误 一模一样的 用红笔去写 借固定资产三千 贷库存现金三千 那么这张凭证一写出来 同学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把原来的 那个一红一黑 咔抵消了呀 相当于没有了 好 没有了之后 我再写一张正确的 我这样正确的 就要用蓝笔 或者黑笔来写 就是借固定资产三千 贷银行存款三千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先写了一张红色的 把原来的给抹了 再来了一张蓝色的 这两张合起来 是不是就把我原来的错误 给更正了呀 我这么说 能理解吗 好 那么我这两张凭证 写出来了 之后 然后再拿着这两张凭证 再去登账去 因为你账不也错了吗 是不是 再去登账去 依此类推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它的更正方法 我说明白了 好 这是第一种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种 第二种是什么 是科目没有错误 但是金额写大了 多计了 但是你也是 这个根上错了呀 对不对 根上错了 导致账簿当中 去过账的时候 过错了 导致账簿也错了 怎么办 我们当然从根上开始改呀 怎么改呢 你看 本来呀 这应该是写 借固定资产三千 带银行存款三千 我写成了四千 说明你这根上是错了 但是科目没事 只是金额多写了点吧 金额多写一点 我就倒冲一点就行了呗 于是我再用红笔写一个 是吧 冲销某某凭证 借固定资产 我不是多写了一千吗 我就冲一千 借固定资产 用红笔写一千 带银行存款 用红笔写一千 所以同学们俩看 一张原来错 所谓错的是四千 再来一张 我补了一个红的一千 那么一个四千 一个红的一千 这俩罗在一起 是不是就证明是三千 这不就纠正过来了吗 所以我此时用的这个 也叫做红字更正法 我这么讲 能听清楚吧 好 综上所述 红字更正法 我再总结一遍 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在于这个指 这个寄当凭证 根上错了 但是错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连科目都写错了 这是大错 怎么办 我们先用红字 写一个完全一样的 把原来的给冲掉 再来一张 蓝字写正确的 行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是我科目是对着的 但是金额写大了 金额写大了 怎么办 我就直接拿一个红笔 写一个冲减的金额 一冲把它冲走 不就行了吗 把我多记的那个金额 冲走就行了 所以这个只写一张 这张我补的 和原来错的这个 挪起来 不就是证明 是正确的那三千了吗 是不是 好红字更正 我就是完了 接下来第三个 补充登记 补充登记 它的适用情况是什么呢 也是 这张纸就自己错了 也就是根上错了 错成什么样了呢 它上面不是记着个分路吗 借什么金额 贷什么金额 此时它这个错误呢 是什么呢 科目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金额 记少了 金额记小了 你记小了 它也是错呀 对不对 导致从凭证到账簿 那账簿也就错了 那么此时怎么办 我们就得改呀 怎么改 从根上开始改 那么就得改这张 记账凭证 是不是 好 我们用补充登记 怎么补呢 你看一下 也就是本来应该写 借固定资产三千 带银行存款三千 可是我偏偏写成了借固定资产两千 带银行存款两千 是不是 科目没问题 但金额少写了一千呀 好 少了就少了 虽然我这个错了 那么我纠正一下 我再补计一个 用蓝字再补计一个 就是借固定资产一千 带银行存款一千 好 我又补的这个 这两张加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正确的三千呀 没问题吧 这就叫做用蓝字进行补充登记 好 这是第三个等级方法 好 这是我们说的更正方法 就是这些 那么综上所述啊 我稍微再唠叨一遍啊 我再给你总结一下 那么第一种 叫做滑线更正 对吧 滑线更正是我根上没错 我这张记账凭证 根源是正确的 只不过我抄账的时候 抄错了 怎么办 我直接在账上滑线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 红字 那么红字呢 它的根源是在于 根上你这张纸就记错了 但是你这张纸错 错到什么程度了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大错 连科目你都给我写错 你想你还能干嘛 因为会计分路最重要的是科目 对吧 科目都错了 怎么办呢 哎 我们就得改呀 那么我们就添一张红的 把原来错的完全给它冲了 再用蓝笔 解一张正确的就起了 是不是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是科目没事 是金额大了 哎呦 金额 写大了 对吧 那金额写大了 怎么办呀 哎 我们就直接用红笔写一张 多记了多少 我就给它冲多少就行了 所以我只需要补一张 记账凭证就行了 那记账凭证 你看这根源上 我们改了 接下来再拿着这些去登帐去 是不是 好 那么第三种就是补充登记 补充登记是什么 也是这张纸记错了 也是根上错了 但是这根上错成什么情况了 科目没事 是金额小了 对吧 金额你给我记小了 记小了也就是说明少了 你再给我补上不就行了吗 我再补一张 用蓝字 少多少 我补多少就行了 然后补完之后 是不是我从根源上 已经纠正过来了 我再拿着这些再去登帐去 是道理吧 好 所以综上所述 我就把三种更正方法给大家收完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还用表格的方式给你进行了总结啊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说什么时候用滑线呢 就是结账钱 我们根上是正确 账簿是抄 抄错了 用滑线更正 什么时候用红字更正呢 是根上错了 凭证错了 导致账簿当然也错 凭证错 错成什么情况了 如果科目都写错了 或者是科目没错 金额多写了 我们要用红字 对吧 那么接下来第三种就是根上错了 凭证错 凭证错成什么了 科目没事 金额少了 我们就用补充登记 就是这三种情况 好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想给你回头链接一个曾经的知识点 就是在轻衣当中的67页 你还记得这个图吧 这个图呢 我说当初啊 我们在填记一张凭证的时候 如果填这张纸的时候 你记错了 或者写错了 我说最好的是把它撕掉重新 对吧 就是重新填制 但是在这儿 我们又提了一个问题 也可以在上面滑线更正 但是前提是 你这个记账凭证 还没有过账过到账簿上的时候 是个道理吧 好 那么下面还有一段话呢 我说后边讲完错账更正 回过头来来说 你看我们要听懂错账更正的方法了 再看这一段文字 它就很简单 我给你过一遍啊 你可以翻到轻衣的67页 他说已经登记入账的记账凭证 在当年发现填写错了 怎么办 可以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 同时再用蓝字重新填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 这不就是用红字冲销吗 是不是 接下来他说 如果会计科目没有错误 只是金额错了 可以将正确的数与错误数的差额 那么另外编一张调整的记账凭证 那么用红字调减蓝字调增 这不就是说红字更正法的另外一种情况 科目没事 金额大了 我就红字调减 如果金额小了 我就用蓝字补充登记 是道理吧 你就应该一目了然他在说什么了 好 接下来还有句话 他说 如果发现以前年度的记账凭证有错误 那么咱们现在才发现怎么办呢 就用蓝字填一张更正的记账凭证就可以了 好 所以在这儿呢 我讲完三种错账更正方法 回过头去再看67页当初我们跳过的那一段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是不是 好 其实我说到这儿啊 我说我们生活当中处处是快计 你说这个错账更正和医生看病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呀 对吧 那么我们说了三种错账更正方法 那你说错账更正 就像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如果说只是个皮外伤 也就是我们跟上没错 即到凭证没有错误 只是过账的时候发生错误了 就是小错嘛 咱们涂点药就可以了 这就是滑腺更正 对吧 小擦伤 小错误 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伤筋动骨了 那也就是你这张记到凭证上 借贷科目都写错了 这是最核心的都写错了呀 那是错的透透的 对吧 那就得要动手术了 比如说你得换个心脏 因为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啊 你要换心脏咋办 就得先切除旧的 再换个心的 对吧 先切除旧的 那不就是先用红字 把原来的给切掉吗 再补一个蓝字换个心的吗 这就是红字更正法呀 那你想 这一动手术 当然见血了 那就是红字更正法 对不对 当然了 如果说你这凭证上 金额多计了 那就相当于一个人 长了个六指儿 你也得给它切掉啊 这要切掉就得动手术 那一动手术就得见血 那就是红字更正 对吧 也得用红字来给它切掉 是不是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凭证当中金额少了 那就相当于 这个人长得很瘦小啊 皮包骨的 你给他吃点营养品 补一补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补充本金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看 这个错障更正 就和这大夫看病 差不太多 是吧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 好 那么对于这个考点呢 我们历年来是怎么考核 它主要考核 三种的适用范围 以及案例的应用 好 我们具体的来看 31题 他说 某企业的会计人员 记账后发现 记账凭证当中 将销售费用 科目误计为管理费用 下列各项当中 我们应该采取 哪种错障更新的方法 你应该写成销售费用 结果写了管理费用 你可是把这科目都给我写错了 也就是这张纸上 这个记账凭证上 最核心的东西是会计分路 你把会计分路的科目给我写错了 那是错的透透的 对吧 那就得要动手术了 换个心脏了 对吧 就给你切掉 那就是什么 红字更正呀 切掉 先去把错误的给他拿走 再补一个新的 补一个正确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C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我也给大家进行了 这个表合的总结 其实我已经前面说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 那接下来呢 再看判判题 结账前发现 账户记录有文字错误 而记账凭证正确无误 那么怎么办呀 他说用划线更正进行 没问题吧 根上没错 只是过账的过程当中 导致账簿上有文字错了 怎么办 我们划条线 把它改过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会计账簿的保管 那么会计账簿的保管呢 这是咱们今年新加的 这么一点啊 总共给了六条 这六条呢 我们把它一条一条的过一遍 你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我说这个会计账簿呢 也是咱们各个单位 最重要的经济资料 所以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妥善保管 好 第一个 对于账簿的保管要分工明确 指定专人管理 这你用背吗 不用背啊 了解下 第二个 那会计账簿呢 如果是没有经过领导 或者是会计负责人 或者是有关人员的批准 非经管人员 不能随意翻看会计账簿 因为这涉及到很多商业机密啊 是不是 会计账簿除需要于外单位和对外 一般是不能携带外出的 但是你非得要携带外出的话 就是特殊情况 我们应该由经管人员或会计主管人员 指定专人负责啊 第三种 会计账簿不能随意交他 交于其他人管理 以保证会计账簿的安全 也防止任意的图改账簿啊 这是第三条 好那么接下来第四条呢 就是在年度中了的时候 我们要更换旧账 启用新账 对于更换下来的旧账呢 我们要整理装订 造册归档 注意在装订旧账的时候 我们有两点需要关注一下 第一点 如果是活跃账 我们一般先按账户来分类装订乘 你还记得吧 我给你讲的那个应收账款 假应收账款 那么我们先按应收账款这个账户来分类 先装订成一册 当然如果这个账户很多的话 我们把它装订成一册或数册 如果这个账户的账业很少 我们也可以和他合并啊 和其他的账户合并装订成一册 那么装订的时候 还要看相关的内容是不是天险齐全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装订之后呢 我们要求经办人员 装订人员 会计主管在封口处签名改章 接下来呢 如果是旧账装订完毕之后呢 我们还要编制目录 编写移交清册 而且呢 要按期移交到档案部门保管 到这儿其实又有个指示点 我就问你 如果说我们按期移交到档案部门 可以在会计部门暂存一年 对吧 如果是可以晚一点的话 最晚不得超过三年 是不是这个指示点又出来了啊 所以大家前后要关联一下 好 那么第五条就是 如果实施会计电算化的单位 我们要满足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第八条的规定 就是可仅以电子形式保存会计账簿 无需定期打印会计账簿 但是如果确实需要打印的 我们打印的会计账簿 必须连续编号 审核无误之后装定乘册 且有记账人员 由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会计主管 签字或改账 这个了解一下 那么在这儿呢 我觉得它有可能会出一个判断题 好 第六条呢 就是各种账簿同会计凭证和会计报表一样 它都是重要的经济档案 所以必须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保存年限 妥善保存 不得丢失 不得任意的销毁 如果说保管期满之后呢 怎么办 我们要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鉴定 鉴定之后才可以销毁 那么我们销毁的时候呢 还要相关的审批手续 才可以批准后再销 这是它给了我们六条的基本要求 同学们稍微的看一看就可以 好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第三节就讲完了 第三节呢 其实内容很长啊 我们就讲了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会计凭证 一个是会计账簿 那么会计凭证呢 我们说到了会计评的概念 对不对 说到了原始凭证 说到了记账凭证 以及它们的保管 而对于会计账簿呢 我们说的内容也不少啊 会计账簿的概念 我们说到了 且我们还提到了 会计账簿的登记 最重要的是 错账的三种更正方法 对不对 另外我们又说到了 会计账簿的六条保管的规定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祝同学们学习愉快 谢谢大家